为于成都的火锅店内 采购回来的花椒在这里完成交接 新店开业在即 作为掌舵人的米罗 准备用这批头子或花椒 炮制一锅底料来打响新店的招牌 灶火上固态牛油逐渐化作透明微黄的液体 140摄氏度油面逐渐翻出小泡 一场味道融合的魔法即将上演 生姜加入油面瞬间沸腾 这是川味红锅的基底味道 到了主角登场的时间 采收晾晒不久的头子或花椒 仍带着浓郁的香气 随着花椒的加入油温逐渐降低 过高的油温将会令花椒焦火 带来苦涩的口感 导致整锅底料的失败 辣椒与白酒的加入 令底料在辣椒素的进入下 会变成了艳丽的红色 在不断搅拌的过程中 油脂的醇厚与香料的鲜香开始融合 三个小时的炒制时间 这是米罗无数次实践后得出的经验 在近千次的搅拌下 花椒果皮油囊释放出的鲜暗类物质 渐渐被红油吸收 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口腔后 将产生每秒数十次的轻微刺痛 这种被称为麻的味道 是穿味的基础 更是令食客们为之着迷的关键 品质上乘的花椒 赋予了这锅底料灵魂的基底 更让米罗大道质检的味觉理念 得以实现 第一个我们炒的这种原材料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香料 香料它就是减少了很多这种 香飘细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香味就完全从 辣椒 花椒 豆瓣 姜 这五款材料里面提取出来 去除了鲜香夺人的香料味 简单纯粹的火锅底料 达到了辣而不燥 麻味绵长 鲜而不腻的效果 花椒中强烈的麻香气味 则是锅底中最为诱惑的味道 设计师出身的米罗将艺术创作中的简约风 运用于传统火锅底料的炮制中 而这种职业惯性也令他对火锅有着不同的理解 新店开业在即 米罗与妻子正在店内讨论餐厅包间的设计方案 室内设计师出身的妻子 同样认为空间都会影响着人们对美食的观感与体验 继而影响味觉 火锅它恰好是属于社交性的一种 这种属性很明显的一种品类 因为火锅吃吧 就是大家围一桌 热热烙烙的 然后可以加菜 烫菜 可以喝酒 聊天 然后又可以吃得比较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和那种团圆有一定关系 它可能火锅就是圆的 还有火气 中国人也喜欢那种热烙的气氛 所以这个是火锅本身的这种优势吧 每天上午九点 冷纤车都会为店内配送新鲜食材 车上载有的牛前腿 正是镇店之宝 本味牛肉的来源 从肉连厂到餐桌 不超过两小时的速度 牛肉细胞内水分尚未流逝 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肉品的极致鲜嫩 砧板上 新鲜的牛肉被踢去筋膜 这块取自牛前腿的长条状肌肉 是牛腿上最常活动的乌味 因其成竖条状 所以俗称鱼儿棒 切成薄片后 只需蛋清和淀粉的简单腌制 就能带来极致鲜嫩滑坛的口感 除了牛肉 米罗和团队也在寻求味道 与口感更好的火锅搭档 另类的食材 蕴藏的味道 可能更鲜美惊艳 店内曾经弃而不用的各色动物内脏 成为米罗热衷挖掘的鲜味宝藏 猪肾俗称猪腰 与北方爆炒或烧烤的做法不同 在四川 猪腰是火锅的重要食材 一刀划过 一剖为二 在竹衣片去剖面上的白色现状体 这正是异味的来源 花式切法同样重要 刀成三十度角切入 再与斜刀纹相交成九十度 直刀切入 切花刀时 刀具进刀深度 倾斜角度要均匀一致 才能保证猪腰在涮烫时受热均匀 切为腰花后 长达四小时的牛奶浸泡 去除了最后的异味 仅需数十秒的涮烫 爽脆鲜嫩的口感令人沉醉其中 另一种重口味食材 也因口感上的极致体验 与腰花一同作为火锅店内的暗黑霜霞 受到时刻的欢迎 猪而长 要达到极致的脆嫩口感 处理过程同样费时费力 清水中浸泡两小时 带其充分吸收水分后 脆嫩的而成 等待着属于它的华丽转身 研磨机内 产自四川北部 茂问地区的大红袍花椒 被粉碎为粉末 油囊内的鲜岸类物质 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花椒粉 辣椒粉 以一比十的配比调制为鲜香料 与猪而长一起反复揉搓 半小时腌制后 猪而长已然化身为招牌菜 麻辣脆 等待与一锅红汤的最后相遇 筋道爽脆的口感 与麻香四溢的味道 在唇齿间交融 顺着神经刺激着大脑中枢 并蔓延至全身 这种脆与辣的集成 为时刻带来了一堂 极致的味觉体验之旅 成都火锅江湖竞争激烈 风味与潮流更是顺其万变 有人选择坚守 有人选择突破 米罗夫妇因为对火锅创新的理解 让他们得以在麻辣江湖中立足 夜幕降临 新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场隆重的同学聚会 安排在即将开业的新店 久违的同学围坐一桌 此时这锅沸腾的火锅 也不再是单纯的餐食 而是那段 容易留意 顶部 零件 ,